财政部严拟将金融营业税从现行的2%调升到5% 预估税收一年可增加近295亿 不过这个消息却打击到台股 金融类股首当其冲 今天一开盘就下挫 跌幅近1% 台北股市受到金融营业税要调高的影响 股价溜滑梯 金融类股一开盘就摔得鼻青连肿 跌幅将近1% 富邦金国泰金甚至跌幅超过2% 投资人忧心忡忡 财政部要推财政健全方案 目前锁定金融营业税和鼓励所得优惠降低 初步沿拟金融营业税从现行的2% 调升回5% 估计年增税收将近295亿元 另外调整两税合一致 鼓励扣抵税率从目前的100% 调降到50% 预估银索税减半扣抵后 全年鼓励所得税收 渴望增加400亿 政府希望透过增税 降低举债金额 抵扣额要降低 这样对投资人绝对是不利的 你如果说跑短线 抢帽子 他不会自己领鼓励 但是这个对 这个投资 这个不好 但怎么面对企业主和小股民的反弹 仍待观察 新台队电视综合报道